第三千零一十四集 轮回悬碑 叶晨听到这四个字顿时心头紧缩 弹朗大帝道 你的轮回悬碑想要彻底激活 需要轮回悬碑的辅助 我知道有一块轮回悬碑 以魔为碑 只要你肯替我治疗 我可以告诉你魔碑的下落 魔碑 叶晨心头一震 现在他手头上已经有沉碑 风碑 岩碑 灵碑 毒碑 暗碑 如果能再拿到一块魔碑 轮回血脉肯定可以再进一步激活 甚至华夏那块轮回悬碑 应该也不困难 可惜叶灵天自从去了华夏 就再也没有传来动静 自己因为徒生大会打乱了阵脚 也无暇关心叶灵天的事情 不过按照叶晨的理解 叶灵天的实力在华夏足以横扫 就算华夏规则压制 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之前几次看见自己的画面 似乎预示着叶灵天在华夏并不好 难道华夏灵气一变已经开始了吗 前辈 不知道魔碑在哪里 叶晨连忙询问 只想知道魔碑的下落 贪狼大帝道 你先替我治疗 天忧禅女道 哥哥 叶晨想了想道 没问题 说完叶晨也不废话 手掌一挥 一缕缕金光化作了锦礼 环绕在贪狼大帝的身躯上 天仙锦礼 驱除灾气 护你真灵 赤 叶晨清贺一声 手指一点 施展出天仙锦礼钞 一条条锦礼 驱散着贪狼大帝身上的灾气 昔日 贪狼大帝挑战天道失败 经脉被毁 而且有大灾加深 灾气营绕不散 所以想治疗贪狼大帝 必须先驱散他身上的灾气 在天仙锦礼的守护下 一缕缕漆黑的气息 从贪狼大帝体内冒出 随后被在锦礼仙气的冲击下 全部消散 八卦天丹树 治疗 做完了这一切 叶晨才试展出八卦天丹树 治疗贪狼大帝损毁的经脉 还有残废的双腿 叶晨足足拥有六张圆符 圆树修为非常精湛 八卦天丹树有圆树加持 威力也是大大提升 只要人还剩下一口气 叶晨就可以治疗 在一缕缕八卦丹气的滋养下 贪狼大帝的经脉迅速愈合着 还有他残废的双腿 也恢复了知觉 缓缓站起身 哥哥 天幽禅女看到贪狼大帝恢复 顿时惊喜不已 全盛时期的贪狼大帝 实力甚至超过 还真境巅峰 因为实力太强大 外人不能理解 以为他的实力 就只有还真境巅峰而已 现在贪狼大帝损毁的经脉已经恢复 加以时日 他始终能修炼回到昔日的境界 妹妹 贪狼大帝经脉恢复 白发变成了黑发 皱纹渐渐消失 显然灾气驱散 气运回来了 要恢复年轻 眨眼间 他已经从一个摔朽的老者 变成了一个野狼般彪悍的中年人 目光激荡 紧紧抱住天幽禅女 却仿佛抱到了空气 天幽禅女只是一缕神魂 血肉真身不在 连拥抱都不能做到 该死 贪狼大帝咬咬牙 目光带着恨意道 妹妹你放心 等我修为恢复 我马上宰了玄机月 救你真身出来 天幽禅女垂类道 哥哥 多谢你 盼郎大帝挽着他虚幻的手 好了妹妹 我们一起走吧 我准备去虚空乱流里修炼 天幽禅女道 哥哥 我身魂依托轮回墓地 不能离开轮回之主太远 否则有消散的危险 我不能跟你走了 你留下来帮轮回之主吧 贪狼大帝瞥了夜尘一眼 呵呵冷笑道 妹妹 你哥哥我何许人也 如果轮回之主 有巅峰时期的实力 我或许会追随他 但如今他只有补天镜九层天 没资格让我追随 天幽禅女道 哥哥 那你想如何 贪狼大帝道 我还是要去虚空乱流里修炼 你放心 等我修为恢复巅峰 我会回来找你 这段时间 只能委屈一下你了 望着夜尘冷声道 小子 对我妹妹好一点 你如果敢欺负她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想要的魔碑 在前岸磨地 被魔魂神功霸占了 你想夺取魔碑 只要灭了魔魂神功 那就可以了 前岸磨地 魔魂神功 夜尘眼睛一亮 顿时捕捉到重重因果 她前岸磨地 在杨真玉和天人玉的交界 魔魂神功的公主 叫风星云 实力足足达到 还真镜六层天 还真镜六层天 有点棘手 夜尘眉头一皱 没想到这个魔魂神功的公主 居然这么强大 她想夺取魔碑的话 必须先杀掉公主风星云 而风星云的修为 达到还真镜六层天 以她目前的实力 还难以对付 贪狼大帝道 小子 魔碑的下落 我已经告诉你了 咱们因果两不相欠 告辞 又依依不舍看着天幽禅女道 妹妹 我要走了 暂且委屈你 我不会让你受苦太久 玄机越敢伤害你 我会让她付出代价 说完 贪狼大帝就想离开 但忽然间 九天虚空嗤嗤作响 有一道紫光环绕的浮罩 凌空飞射而来 是女皇的浮罩 夜尘一看 顿时心头一惊 贪狼大帝目光一怒道 玄机越那贱人 发符罩过来干什么 贪狼大帝手掌一抄 将符罩抄在手里 随手捏碎 顿时 蕴含在符罩里的意志 就传了出来 夜尘和天幽禅女 都赶到了玄机越的意志 贪狼大帝 来上界跟我 我可以放了你的妹妹 玄机越传来的讯息 居然是想招揽贪狼大帝 他开出的条件 是释放天幽禅女的真身 听到这个条件 贪狼大帝心脏剧烈跳动 如果天幽禅女的真身 可以立即被释放 两兄妹就可以团聚了 但下一刻 贪狼大帝的心动 就变成了愤怒 符罩在他手里 碎成了流光 玄机越 你这贱人 居然想拿我妹妹当筹码 我警告你 马上放人 否则老子迟早有一天 会杀到上界 将你碎尸万段 贪狼大帝仰天咆哮 声音混合着五刀一支 滚滚传到上界 他秉称圣人教化 不可能和邪魔监徒做交易 玄机越想拿天幽禅女 做筹码 那是自取其辱 他不可能答应 哥哥 天幽禅女挽着贪狼大帝的手臂 默默捶泪 他真身被玄机越关押 哪里有这么容易脱困 玄机越也不是什么良善之人 自然不可能被贪狼大帝威胁 贪狼大帝道 妹妹你放心 有我在 玄机越不敢伤害你 叶尘看着这两兄妹 如此深厚的情意 脸庞一阵动容 贪狼大帝绝对算是一代豪杰 可惜不肯为他所用 贪狼大帝 帝氏大人想见你 女皇的服罩彻底随风飘散 然而这个时候 却有一缕阴阴森森 诡异低沉的声音 缓缓响起 只见一个男子 从外面的草原上缓缓走来 这个男子双眼空空荡荡 不带一点零食智慧 五官木呢 如雕像 没有一丝表情 连走路的动作都无比僵硬 仿佛一具行尸走肉 心魔僵尸 第十天的傀儡 叶尘心头震动 从这个男子身上捕捉到了一缕心魔的气息 显然这个男子早已经被心魔洗脑 成了僵尸傀儡般的存在 完全听从第十天的号令 哪里来的妖孽 给我滚 贪狼大帝一步踏出 双拳一握 气势澎湃如山河 震得那男子当场摔倒 狼狈不堪 大帝息怒 那男子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道 在下列阳天宗弟子秦商阳 眼下已经投靠帝渊殿 是帝氏大人最忠诚的补从 听闻贪狼大帝在此隐居 特来邀请你出山 帝氏大人想见你 秦商阳说话的语气 冷漠平淡到不带一点情绪 是活脱脱的僵尸 令人毛骨悚然 夜晨暗暗振步 被心魔控制的人 就是这个下场 幸好当日屠盛大会 他有鸿蒙大星空保护 否则的话 他和遮天魔地 夏若雪 魏影等人 肯定也要变成这个鬼模样了 贪狼大帝道 第十天 是诸天万界的大毒流 我没兴趣见他 你鬼回去告诉他 他敢摒弃圣人教化 违背圣道 总有一天 我会亲手拿他向上人头 祭拜师父 刚刚经过夜晨的开解 贪狼大帝已经明误 知道工具和毒瘤的区别 所以毫不留情地训斥 第十天 秦商阳表情依然冷漠 如僵尸般万年不动道 第十大人说 只要你肯去地渊殿一趟 他可以告诉你叛徒是谁 当年你们七大圣徒 脱脚而出 本来人各有志 无可厚费 但你们之中出了一个叛徒 出卖了先主燕长歌 你想替先主报仇 对付上位者是不可能的了 但斩杀叛徒 也是大功德一件 可告为先主在天之灵 贪狼大帝神色狂变道 叛徒是谁 当年他们七大圣徒里 出了一个叛徒 这件事 贪狼大帝一直耿耿于怀 可惜他修为全毁下 也查不到叛徒是谁 现在叶晨治好他的经脉 他自然有了复仇的心思 找上位者复仇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境界差距太大 但揪出叛徒 拿叛徒的人头 祭拜衍长歌 还是有可能做到 秦上扬道 你想知道叛徒是谁 跟我回去吧 帝氏大人会亲口告诉你 温言 贪狼大帝脸色一沉道 帝氏天叫我回去 到底想干什么 他是诸天大毒流 我不可能为虎作唱